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并立刻进行疏散 当设施恢复供电时 必须交替使用S光核子外线 脉冲平闪这个区域 直到SCP-002重新连接上电源 并进入充电模式为止 整个收容区都必须保持在负气压下 一个最少两名人员的队伍 必须随时在SCP-002 或其收容区的20公尺范围内 工作人员必须互相时刻保持整体接触 以确认另一人仍然存在 因为接近项目可能会使感知变的迟钝 扭曲或受其他影响 三级以下的人员禁止进入SCP-002 此限制可通过两名四级管理员的出面授权免除 发出此授权的指挥人员 必须在人员进行接触期间 由最少五名三级安保人员陪同 并必须暂时放弃自己的职位及安保等级 在进行接触后 指挥者将会被护送至离SCP-002 最少五公里外的位置 进行最少72小时的隔离以及精神状态评估 如果精神评估部门工作人员任何它适合回到岗位上的话 职位及安保等级将会在结束隔离后恢复 描述 SCP-002外形像一个体积约60立方公尺的肉流 其中一侧立有一个能通往内部的铁质 带有阀门的舱门 其内部看起来像是一间大扫市中的标准连租公寓 其中一面墙上有一扇毒窗 但从外部并不能看到这样一个开口 房间中放有一些家具 近距离观察发现 它们似乎都是由雕刻过的骨头 编织过的头发 以及其他多种人体产生的生物物质组成 迄今房间中每个物品进物质测试都发现 其内部含有独立或不完整的DNA序列 关于发现该项目的过程细节 参阅Mohausen报告 引用于文件00-023-603 参考资料 至今为止 项目已经造成了7名人员的消失 这这段时间中 建筑里又添设了两盏灯 一张地毯 一台电视 一台收音机 一个斗袋椅 三本已未知语言写旧的书 四个儿童玩具 以及一株小盆栽 使用各种实验室动物 包括高端灵长类所经营的测试 无法使SCP-002做出反应 使用尸体亦无法呈生任何效果 无论目标是通过核种过程 将生物物质转化为家具的 显然只有引入活的人类才能推动这个过程 Mohausen报告 000-023-603 以下是关于发现SCP-002的细节过程的前段报告 项目与其脱离轨道撞击地球时 在葡萄牙北部留下的一个陨石坑内被发现 它被一层厚岩石壳包裹着 其肉质表层在撞击时铺露了出来 一名当地农夫偶然地发现它 并告知村长 当一名四级特工在此区域检测到项目产生的 小激浪辐射性异常后 项目引起了基金会注意 一个由Mohausen将军带领 SCP安保人员组成的收集小队 立刻被派遣到这个区域 他们很快地将项目保存在一个大形容器里 并从附近的村落中招募人员 对其展开初步测试 三个男员分别单独进入了建筑物并先后消失 在发现项目的死疑致命性之后 Mohausen将军发布了4A级 募集者处决命令 大约整个村落的三分之一 以确保该项目的消息不致外泄 并且开始将它运输至SCP设施 在运输的准备过程中 四名SCP安保人员 以某种未知的方式被吸进了项目内 并在其中瞬间消失 在接下来的检查中发现 项目似乎长出了一些新家具 并且开始看起来像一个公寓房间 Mohausen将军马上下令 专用一些三级危险物质防护服 给予残存的安保团队成员 让他们将容器搬到待命中的货船中 并将其运送到SCP设施中 在Mohausen将军被处决后 SCP-002被SCP人员重新控制 并存入于 的特殊设施中 其现在所在的位置 在Mohausen事件后 除非拥有最少两名四级人员的优先批准 许可权在三级以下的人员 被兴取进入SCP-002的容器中 以上就是SCP-002 简单来说 SCP-002是一个从外太空来的大弱块 上面有着一扇门 门打开后会看到一间公寓房间 房间中摆放的家具都是用人类制成的 而SCP-002也能用某种未知的方法 将进入的人转变成新的家具 文档中也暗示了SCP-002 具有能够影响人类心智的能力 后半部分提到的Mohausen将军 可能就是受到影响 导致SCP-002失去控制 或更多的人被送入其中 因此最后被处决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只有帮我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了SCP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